这是圆明园中轴线上一个重要的景区 叫九州青雁 什么是青雁呢 河青海雁的意思 如果黄河是清的 大海是平静的 这就意味着天下太平 那么雍正当年 他那个时候呢 这个九州青雁的州并不是这么写 而是有三点水 有三点水的州在汉语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 水面上浮现的小岛 我们看这是庞大的后湖 在这个后湖四周 一共有九个小岛 其用这个小岛 就叫九州青雁岛 是最重要的一个岛 因为地后的主要寝宫区就在这个岛上 那么雍正这样命名 这个区域的意思呢 无非是水面上浮现的九州小岛 紧紧的巩位着后湖啊 这是一种团结统一的意思 而居住在这个重要的岛上的皇帝 统治了太平天下 但是乾隆即位以后呢 觉得有三点水的州啊 这个九州呢 显得格局太小 他把三州去掉了 那如果去掉了三点水 那个九州是什么意思呢 是整个中华大地九州方圆啊 所以乾隆那个时期把九州青雁那三点水去掉以后就变成了整个中国是太平盛世啊 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我怕这个小岛啊 他四周有四个小桥 一个 两个 三个 树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桥头啊 都有重兵把守 还有太监看守 除了皇帝和他的后妃 以及伺候他们的太监以外 其他的贤大人等 一概不许接近这个岛啊 因为这是地后寝宫区啊 那么这个岛上的建筑呢 按照中国传统的工资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中州线啊 以及和他平行的几条纵啊 而每一条线上呢 都有这个接近四方的院子填充这个轴线啊 就这样构成了整个宫殿建制的格局 这个中州线上三个店啊 挺重要的 第一个店 前店啊 这个店叫圆明圆店 有的朋友问我啊 说这个店怎么能叫圆明圆呢 啊 我们可以注意啊 这个宫殿 这些宫殿已经其实圆明圆其他的宫殿一样 他们的房顶啊 你看跟紫禁城有一个极大的差异 紫禁城全是流利瓦顶 而这都是普通的青瓦 这样造价的很便宜 另外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宫殿外面 他无法挂一个立扁 你比如紫禁城里的乾清宫 这个宫殿外面的是挂了个立扁 上面写的乾清宫三个字 于是这个店就叫乾清宫 这个宫殿里面呢 有一个横点 叫正大光明 但这个店并不叫正大光明 是以他的竖扁来命名他的名字 是吧 但是在圆明圆 他没有这个外面的立扁 只有里面的横扁 所以横扁叫什么名字 这个店就叫什么名字了 那这个店为什么叫圆明圆殿呢 因为在康熙48年的时候 康熙把整个这片区域赏给他的皇子 就是后来的雍正 于是他赏赏给雍正的那块牌匾 圆明圆匾就挂在这个店里作为横扁 出现这个店里面 这个店就叫圆明圆店了 所以大家不用计较说这个店为什么能叫圆呢 那这个店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因为这个店 他的名字命名了整个这个圆明圆区域 以及后来圆明五元都是以这个店的店名来命名的 所以这个店可以视为圆明圆的发源点啊 中间这个店呢 叫凤三无私店 凤三无私是四个字 我们认为是个成语 而中国的成语呢 一般都是两两结构 但是凤三无私呢 它是一三结构 是凤三无私 什么叫三无私呢 一个是天无私复 地无私宰 还有一个是日月无私照 什么意思呢 天覆盖着大地不是因为私 地承载着万物不是因为私 日月朗诏也不是因为私 他们是大公无私的 所以我作为一个皇帝呢 要奉行这三无私的原则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帝王的标榜 那么后面这个店呢 跟这个岛的名字一样啊 旧州就叫九州青雁殿 雍正的寝殿 他最后死在这个地方了啊 他在这个中州县的东侧 这片区域叫天地一家春 因为他的主殿叫天地一家春殿啊 皇后就住在这个地方啊 皇后住在这个地方 慈吉也在这个地方生活过 乾隆的令贵妃就是在这片区域 生下了嘉庆啊 那么中州县的西侧呢 是乾隆即位以后 他不再住在雍正的寝殿 而是在这个地方叫乐安河啊 叫乐安河 后来道光即位以后 把乐安河和前后的建筑拆掉以后 建了一个体量极其庞大的慎德堂啊 慎德堂的西北角呢 啊有一个基辅堂 呃这个道光呃 在把他最喜欢的权贵妃就安排在基辅堂住 然后生下了呃 咸丰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皇帝读书的地方 哎整个这样结构起来 就是这个岛上的宫殿的总体格局啊 总体格局 呃一会儿呢 我会出现在这个殿里面 我要跟大家说啊 现在圆明圆的地面啊 经过一百多年啊 这个尘土不断的堆积 原来的地面在现在的地面下面将近一米 也就是原来这些殿堂都很高的地基 呃他们这些地基呢 还大概有一尺露在地面上面 被呃肥沃的土壤 以及呃呃这个嫩草所覆盖着啊 但是这两个殿你都可以看到呃 他的地基高于地面大概一尺或者半尺 但是圆明圆殿已经完全是平地了啊 完全是平地了 英法联军来的时候 英军整个把这个地方全部摧毁了啊 全部摧毁了 但是这个地基应该是在的 那地基为什么不在了呢 因为1929年国民政府在这个区域建了一个纪念碑啊 建了个纪念碑呃 环绕着轻松脆白 这个纪念碑呢 是纪念三一八惨案的列室的 当建这个纪念碑的时候啊 整个圆明圆殿的地基就摧毁了 那这个殿非常重要 所以一会儿呢 我就出现在这个殿这个地方 讲一讲康熙和雍正 为什么会在紫禁城的西北部建这一大片皇家园林 以及为什么他们要把自己的执政中心 从紫禁城迁到这片皇家园林来 一会儿见 我们现在在圆明圆的正宗圆明圆的中州县上 通常我们来圆明圆游玩 看着那个西洋楼啊 大水法什么的 那不是正宗的圆明圆 说穿了那只是乾隆皇帝 在这建了一片地上的玩具 他居住空间很小 不可能事实上居住 就是到这看一看 真正的圆明圆在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而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 是圆明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个店呢叫圆明圆殿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啊 圆明圆殿的挂了一个匾 叫圆明圆匾 我们知道那是康熙给雍正皇帝 雍正当时只是雍亲王 给他提写的这块匾 于是这片圆子以他为中心 就都叫圆明圆了 那个西洋楼那个地方叫什么呢 叫长春圆 是乾隆皇帝继位以后 为他自己退位以后 当太上皇居住建了一片圆子 然后在这个长春圆的南面 就是我们刚才进来那个地方 叫启春圆 那是嘉靖皇帝 为了照顾太后他们 又建了一片圆子 那么再往北边走 再往南边走是北大 再往东南走呢 是清华 这五片圆子呢 是一个馆圆大乘馆 所以我们当年把这个五片圆子 都叫圆明圆了 实际正宗的圆明圆 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的核心 就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因为有块匾就圆明圆 以他命名的啊 我们传说 清朝的皇族 不愿意在紫禁城住 愿意在圆明圆住 理由是什么 怕热 这地方大 确实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不是他们 我们想啊 最早他们是游牧民族 但是他们打进北京之前 已经定都在沈阳了 沈阳有个故宫是吧 那个故宫完全是汉族人的建筑 他们已经在那居住 已经不是游牧民族了 再一个 你像康熙 在哪出生呢 在紫禁城的景仁宫 这东六宫的景仁宫 雍正在哪出生呢 在东六宫的永和宫 他们一出生 就在这样的一个 高枪围着院子里 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事 早就习惯了 那我在这个地方 讲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清帝 基于什么原则 建的圆明圆 他的原则啊 大概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原则 是仿效汉族的江南园林 这是他第一个原则 而不是他们不喜欢 永不民族 不喜欢汉族人的宫墙 才搬到这个地方的 那么当年在明清时期 海淀这个地方 是什么样子的呢 原来永定河啊 不在现在那个卢乌桥 那个地方 原来永定河 就从我们市中心穿过去的 故宫啊 景山啊 都在永和河道里面 后来大摇摆 摇到了永定河那边去 那么这个区域什么呢 是永定河冲击扇的边缘 因为它是永定河冲击扇的边缘呢 所以它的地下水相当通畅 而且水量非常大 有一种泉呢 叫自流泉 叫自流泉 这个地方大量的自流泉 不停地从地下涌向泉水 形成了各种低洼处的那种湖泊和小池塘 就这么一个区域 所以在明朝的时候 大量的皇亲国戚 就在这个地方建了自己的别墅 和自己的园林 但是这些园林呢 都是北方园林 北方园林 因为清兵进来以后 发生了激烈的战争 是吧 所以这些园林也被烧了 也就是说 康熙一直活到30岁 不仅没见过南方汉族园林 北方园林他也没见过 他建的都是废墟 什么时候他开始建了畅春园 圆明园 是他第一次南巡的时候 他第一次南巡已经30岁了 在康熙23年 最远到了南京 终于在南方建到了汉族的江南园林 这比他在北方建的那些 北方园林的残迹 要漂亮多了 所以他非常之喜欢 所以23年从南京回来以后 他就建了畅春园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方向 正南方向 现在属于北大的一片园子 叫畅春园 建了这个畅春园 这是23年 到26年的时候呢 他就建城了 他就住进去了 从此开始 他的执政中心不在紫禁城 而在畅春园了 那么昌春园建好以后 他还有36年的执政期 他累计起来 在昌春园居住的时间多长呢 长达30年 最后还有36年的执政时期 30年是在昌春园度过的 这是因为他太喜欢这个江南的园林了 那么到了这个 康熙44年的时候 他51岁 第五次南巡 这次呢 比以前走得更远 走到了扬州 最远到了上海杭州 见到了更多的汉族园林 回了以后 他决定建圆明园 圆明园建的什么地方呢 畅春园 再往北 有个地方叫挂甲屯 北边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片区域 在这个地方建圆明园 那么 这个 圆明园这个建筑 委托给谁来承办呢 历史上没有记载 我猜测是委托给了雍正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 44年的时候 44年的时候 他要见圆明园是吧 46年的时候 圆明园建成了 圆明园建成 康熙第一次来圆明园 做客 是谁请他呢 是雍正夫妇 但是那个时候 康熙还没把圆明园 赐给雍正 雍正夫妇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去宴请他爸爸呢 很有可能这片圆子就是雍正 替康熙建的 那么又过了两年 48年的时候 康熙就把这片圆子赐给了 为他承建这片圆子的雍正了 为他提起了牌匾 叫圆明园 我们知道康熙的血统是什么 我们清楚吗 他的奶奶 孝庄皇太后是蒙古人 他的妈妈是什么人 他的妈妈是汉人 所以他的身上是满汉蒙 三族混血 所以他本来就有汉族人的血统 到江南又看了汉族的文化以后 太希望跟他融合在一起 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啊 就是康熙六次南巡的时候呢 有五次跪拜了朱元璋的墓 朱元璋是汉族人 他们是满族人 他为什么要跪拜前朝的开国皇帝呢 我们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是想告诉汉族人 我也是华夏的一支 只是我居住的山海关以北 所以你们的前朝皇帝也是我的 为什么要把南方的汉族园林 给迁到北方 移植在这个地方呢 这也是跟汉族士大夫 融合的一种方法 让你们看到 我喜欢你们的生活方式 喜欢你们的建筑 喜欢你们的园林 基于这个道理 所以把南方 汉族士大夫的园林 移植到北方 而且他在这个地方居住 这是第一条原则 第二个原则呢 是著名的四个字 叫必宣听证 什么意思呢 避免在城中心 喧闹的地方听证 找一个清静 耳根清静的地方 可以冷静地观察事实 决定大政方针 必宣听证 所以自这个昌春园建完了以后 他的执政中心 就从紫禁城迁到了昌春园 在这居住了很长时间 我们想象他应该是个园林 是生活和游玩的地方 康熙他做了一个创举 他把汉族的园林 和皇帝执政的宫殿 给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执政的宫殿 应该是什么样呢 前朝后寝 我们到故宫看 前面是朝 后面是地后生活的寝宫 是吧 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在畅中原也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南边是他的朝 就朝会啊 这个外国使节来见他啊 中国大臣来见他都是在前面 他的生活区域呢 在北方 以水井为主的北方 然后在他的西大门那个地方 有一片皇子生活的区域 这是整个他把汉族园林 和他的宫殿结合在一起了 因为他在这执政 那上朝不方便是吧 跟自己的这个皇亲国戚 交往也不方便 怎么办呢 就大量把周边的园子 建起来以后 赐给了那些皇亲国戚 王公大臣 所以这片园子呢 就给了四子雍正 然后我们进来那个启程园呢 就给了十三子 就跟雍正最好的那个弟弟 他们俩是邻居 后来都属于圆密园了 那么当年的圆密园 在雍正时期呢 实际是整个这片皇家园林 最低贱的一个 我们想其他的园林 一建起来就是为皇帝服务的 只有这片园子 是皇子的园子 所以他的地位是最低的 直到雍正执政以后 他也学他爸爸一样 也要碧宣听政 那他在哪碧宣听政呢 没有继承爸爸的畅春园 而在圆密园这个次园里面 把他紧急的改造成了一个 皇帝居住和生活办公的地方 就像畅春园一样 所以进行了极大的改造 在他做皇子的时候 圆密园是什么样子呢 史料没有记载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图啊 文字材料啊 就是雍正已经把它改成了皇帝 他自己登基了以后 改成皇帝的那种结构 那么皇帝呢 在雍正的时候就生活在这个中州县 最后一个殿宇 叫九州青雁殿 这不是圆密园殿吗 凤三无四殿 九州青雁殿 皇后生活在什么地方呢 就生活在这个岛的东部 叫天地一家村 那么雍正死了以后呢 后面的皇帝 乾隆他们生活在整个岛的西边 跟紫禁城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有一种误会啊 认为皇帝上朝是在太和殿 皇帝上朝永远不在殿里 是在门前 所以叫御门听证 皇帝是在太和门上朝 那个太和殿是干嘛的呢 只有元旦大典 登基大典 皇帝大婚 外国使节来朝会 才在那个地方 它是个礼堂 皇帝办公就在他居住的地方 所以之前皇帝办公在乾清宫 后来从雍正以后 搬到了养心殿 养心殿就是他居住 和办公的地方 但是在元明园不一样 这个九州千岩岛 不是他居住的地方吗 朝会呢 是在正大光明殿是吧 正大光明殿的东侧 叫秦正殿 单开出一片区域 是他办公的地方 就形成了三片区域 这是雍正时期 他把这个元明园 从皇子的这个元林 改造成了皇帝的御元 这是第二个原则 必宣听政 第三个原则呢 就是皇帝要享受是吧 但是从康熙开始 要求所有的皇帝的享受 必须适可而止 所以朴素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我们现在看 畅春元原来留下的图啊 他那个房子的建筑 都是什么样的顶子呢 都是卷棚顶 我这插一句啊 就是皇帝的这个居住的 宫殿的顶是非常讲究的 它是有级别的 最高级的顶 是无垫重岩顶 我们到故宫看那个五门 就是故宫的正门 它就是无垫重岩顶 什么意思呢 它是两层岩 上面那层岩是五个脊 形成了四面 底下有一个重岩 叫无垫重岩顶 这是最高级的 皇帝的正门才用它 次一级是无垫顶 没有那个重岩 下一级 我们想天安门 是歇山重岩顶 什么叫歇山重岩顶 就是无垫顶 两侧不是这样下进那面吗 歇山顶 我们想天安门 是不是从两侧切下去的 再下来的是吧 这是歇山顶 第三级别是歇山重岩顶 天安门有重岩 重岩跟上面那层顶 中间不挂一锅灰吗 是吧 第四级别没有那个重岩 就是歇山顶 然后呢 第五个级别叫悬山顶 什么意思 两侧是山墙 这个顶啊 沿出山墙一尺 叫悬山顶 第六个级别 叫硬山顶 就是两侧的山墙跟顶 是齐的 最后一个级别 是卷蓬顶 它没有挤 没有棱 就卷 就这么上下来的 什么人住这呢 女人住这 就最没地位的 男子女威时代的女人住这 但是畅春园 所有的建筑 都是卷蓬顶 康熙皇帝住那 再有一个 它的后 整个它的居住区 不是这个湖区吗 湖区 所有的湖石 都不用珍贵的太湖石 朴素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那么 雍正作为皇子 建他的皇子 这片园林那时候 也是以朴素原则建的 当他把它改造成了皇家 皇帝御元的时候 仍然是朴素原则 所以我们看 圆明园的那些 古代的彩色图的话 你会发现 几乎没有琉璃顶 故宫全是琉璃顶 是吧 烧琉璃很贵 但是青瓦就便宜多了 所以 除了最重要的几个宫殿以外 其他的顶都是青瓦 雍正呢 跟康熙不一样的是 他还有第四条原则 因为他 这个清天时期中过薯 所以非常怕热 如果是在圆明园这个区域生活 要比紫禁城要凉快多了 特别是在水的四周 当年古代还发明了一种风扇 就用水力带动扇子转 还可以升凉 所以这是他的几个原则 最后呢 我再说一下 圆明园和雍正的关系 这个雍正在16岁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 说雍和宫 那不是雍正的府地吗 怎么这地方也属于他呀 雍和宫那个地方啊 在他16岁还只是四王四爷的时候 这个康熙给他建的那片宫殿 当时叫四爷府 因为他还不是贝勒也不是亲王 只有16岁 那么16岁到21岁之间呢 他做了几件事 一个19岁的时候呢 康熙要第二次去亲征 打这个准个尔 他把自己的大营射在了宁夏 康熙也亲自到了宁夏指挥战争 这样他把这个四子 这个雍正也带去了 让他看一下作战是什么样子 其实在前一次这个征战当中啊 那康熙多能打仗啊 已经把这个准个尔基本打残了 他是缓了口气 又恢复了元气 所以康熙在第二次去亲征 但是第一次已经基本上把他打残了 元气大伤 所以第二次没费什么吹灰之力 就迫使这个准个尔的那个首领啊 叫戈尔丹 就这个自杀了 所以呢 这个雍正当时只是负责 这个郑鸿旗 管那个郑鸿旗大营 没有参战 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就看他爸爸太英勇了 给他爸爸写了两首诗 说他爸爸特能作战 写了两首诗 但是他也耳闻了 第一次作战他爸爸是什么样子 他爸爸每天吃一顿饭 为什么只有时间吃一顿饭 因为作战非常紧张 再有一个他每次看所有的将士都吃了饭以后 他在吃自己那顿饭 所以一点只能吃一顿 打仗非常英勇 而且这个谋略非常厉害 这是尔文 然后目睹第二次征战 他爸爸是怎么运筹帷幄的 这是他十九岁的时候 到二十岁的时候呢 康熙第一次把他那些成年的儿子 封王爵 就封了雍正为贝勒 我们知道那个清朝的王爵 首先是亲王是吧 然后是郡王 第三级别就是贝勒 然后第四级别是贝子 他就封成了贝勒 这个封成贝勒以后呢 他又跟爸爸看了永定河 这个水利工程 又到这个淮河和黄河 看了淮黄的工程 这基本是雍正在做皇帝之前 出行的几次记录 可能有人有疑问说 这个雍正看雍正行列图 他怎么那么会玩啊 在圆缘一会儿扮成渔夫 一会儿扮成农民 一会儿假装是一个洋人 怎么那么会玩啊 这不是他会玩 他太可怜了 在做皇子的时候 他跟他爸爸到了西北去 然后到了南方 视察河宫 但是做了皇帝以后 再也没有出了北京 他只能在这片园子里玩 因为他太勤政了 每天睡眠时间不到四个小时 没有机会再离开北京了 只能在这片园子里来玩耍 那么到了这个48年的时候 48年的时候 康熙就把这片园子 赐给了雍正 然后呢 雍和宫那个地方呢 因为他已经是亲亡了 48年 晋升他为亲王 雍和宫那个地方呢 成为雍王府 然后这个地方呢 算他的别墅 把这个地方也给了他 然后到他登基了以后 紧急的扩建他 扩大了大概五倍 成为圆明园 圆明五园的第一片园子 那整个这园子 它的中心点 和它最开始的初点 就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 圆明园殿 以他命名了整个这个圆明园 以及整个圆明五园 那么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呀 说这个雍正 他不是信佛吗 那他的这个佛号叫什么 叫圆明居士 是吧 说他叫圆明居士 康熙一看 你佛号叫圆明居士 我给你提个点吧 叫圆明园 这地方属于你了 这通常我们的说法 这说法还是错的 因为这片园子 给雍正的时候呢 是康熙四十八年 什么时候雍正 叫圆明居士了 是在康熙五十年 五十一年的时候 他在雍和宫啊 这个通关 就在那个蒙古 有个张家 活佛 在他的指导下 过了这个出关 重关 越过第二年 过了劳关 就是参禅过了三个重要的关 如果过了这三个关 你就是一个正宗的禅师 在中国所有的皇帝当中 雍正就成为 唯一的一个通过三关的皇帝 是正宗的禅师 在佛教界极有影响 他通过了三关以后 才起的名字叫圆明居士 那康熙踢这个贬是四十八年 所以应该是 康熙给了这片园子 叫圆明园 他才把自己的名字 佛号定成了叫圆明居士 他自己怎么解释 这个圆明两个字呢 我们老说圆明园 圆明园 圆明园 圆明两个字是怎么解释的 那个圆啊 是一个人的道德圆满 没有缺口 那个名呢 是指思想和执政光明 合在一起 一个道德圆满的人 获得了政治的清明 所以叫圆明园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是一个人的 意味不得了 我们来说 这点点 啊 我们来说